中學民憑史中史科今天開考 必答題亦有問到抗日戰爭 提供的小料涵蓋兩邊觀點 考評局說徹題配合國家認同感等課程中止 等日文報導 引起爭議的DSE歷史科考員一個星期 這日到中史科開考 卷一必答題其中一題提供兩張抗日戰爭時期的宣傳品 包括由中國軍隊出版的 萬眾一心《誓滅倭寇海報》 和一張日軍出版的傳單 印著一群日軍慶祝徐州失陷 華北華中的日軍完全聯絡 問考生兩份資料對日軍的描繪有何不同 為何不同 最後一題三分的分題 就要求考生援引史實 解釋是否同意日軍傳單的觀點 考評局說考生作答時 需要援引中國軍隊1938年曾簽滅日軍過萬 國軍是為了保存實力自徐州撤出 又說撤題是為配合國家認同感等的課程中止 另一條選答題提供文化大革命的照片 和無主席視紅太陽的宣傳畫 引用書籍說民革導致全國經濟破壞 教育停頓 要求考生根據資料和援引史實 說明文革的背景、特點 和對經濟、文教和政治的影響 有線電視記者鄧日文報導